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南加州的几个县都不是很高 比如说我们洛杉矶线只有14% 然后陈县 Orange County只有16% 然后Riverside跟St. Bernardino 11% 16%这样子不是很高 当然这有几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油价好像高了一点 油价高了一点的话大家好像出门的意愿不是很高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因为这是Primary 所以有很多公司行号他们并没有执行 就是说好像两个小时的放假 让员工去投票的这个机制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就是说反正是初选 很多人他们会觉得就是说初选就初选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当然这跟2018年比起来2018年是29%的这个投票率 是比较不一样的 当然我想这个应该是疫情后的这个情况 大家可能都把心思跟focus在别的地方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夏天到了要准备旅游 要准备放假到哪里去玩 大家这个就所谓疫情后的这个报复性的消 这个消费跟旅游都出来了 大家都放在那个身上 但是低投票率也有它的好处了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亚裔的候选人比较容易 就让他多一点的票 因为主流不太不太注意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一次primary就初选没有拿到第一名的 就是拿第二名的 你在final的时候你有可能 因为你只有百分之四四十几的投票率 你剩下的这些还有很大的空间 你可以去发挥去拉这些票 对 可是这里边呢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我们加州是讲这个top two 也就是说初选胜出的前两名呢 才可以接着下来这个正式的选举上的竞选 这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在中国那个高考 八十年代的时候曾经实行过初选 也就是说在高考之前先有一次考试 如果你没进入初选呢 那你就连参加高考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这个制度后来是被废除了哈 那曾经也有人希望能够废除加州这种叫top two 就是前两名的这个制度 因为这样的话其他的候选人就连竞选的机会都没有 其实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top two在2011年他实施这个top two的这个机制 我觉得他可能有他的一个原因 因为与其选票分散 就是说好像譬如说来个五十个 因为像有时候选举州长 周长来个五十个 五十个这个候选人 那到时候大家都搞了乱七八糟的 我就是好像要study蛮多东西的 倒不如就说第一关在primary六月的这个选举 直接先把它就删掉这些比较票数比较低一点的这些候选人 那只有top two 那top two的话也不一定代表说你是一定共和党一个 然后民主党一个或者其他 top two就是不管党派 你今天你是两个都是共和党的 是top two 你就是两个都就是到final去 你今天两个是民主党的 是top two 你就两个也到final去 他就是top two的一个机制是这样子的 这个只有加州有吗 还是其他州也采纳 有其他州有采纳 目前好像是比较七个州还是十一个州 整个美国有在采纳这个这个机制 但是因为加州的人口多吗 加州的人口有有将近四千万三千多万 将近十千万人口 所以他这个选票的这个 就是说大家在就是要印不光是这样子 而且你要印那个什么 印那个印选票的时候也是很麻烦的 就是大家就是会变得好像有一些 像有一些国家就是他们在选举的时候 这就是邀请呐喊的到变成很多候选人大家都搞 就是五花八门都很乱了 对 但这唯一的不好就是在这种民主党主导的加州的话 共和党很难进入这个top two 好在这一次还有进入的 对对对 这次其实这次我觉得这次就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好处吗 就是因为投票率很低 所以投票率很低的话你显现出来就是好像这个少数的这个党派呢 比较有机会能够浮出来到最后finals去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机会了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注意到其实在地方选举 就是洛杉矶郡的选举当中 呃其实呃现任的就搜利斯这个宪政委员哈 11月的这个决选 那自然就会就是自然当选 那当然你的这个任期的话还是从这个12月以后开始计算 也就是说你是笃定当选的 不用再不用再经过11月的这个选举来那个 嗯 所以我们目前我们看到只有这一位就 这位soulis 呃我们这位宪政委员他是他是高票过关 嗯 那其他的像是我们洛杉矶县的呃 呃警局的局长啊 Alex他也是还是必须要在11月再重新来过 嗯 那重新来过重新洗牌 你本来你是第一名 那如果第二名跟第三名第四名合并在一起的话呢 那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就是说一个另外一种效应 就是加法就是加也不一定他会跟第二名一起 那就是这个加价陈出这是一个数学的这个概念 嗯 所以还不能高兴的太早哈 哈哈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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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